大家下午好 我今天没有要主动发布的消息 此次印军越界事件 发生在中印边界西津段 以定的边界 这与以往双方边防部队 在未定界地区的边境摩擦对峙 有本质的不同 印度派遣武装力量 越过以定边界 违背了历史戒约 违背了联合国宪章和国际法的基本原则 性质非常严重 请问这是否意味着中美的关系 你的谈话中有没有提到 1959年印度总理尼赫鲁 在给周恩来总理的信中表示 印度的保护国西津 从中国西藏地方的边界 是由1890年的英中条约所确定 关于西津同西藏地方的边界 不存在任何纠纷 而且时间段还有待划定 请问 请问